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社会与汽车出口强劲 有的下滑与日元贬值等利多因素 日本10月出口创下8个月来最大增幅 达到6.69兆日元 汇丰控股昨天公布11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出值为50 低于市场预期并降至半年来低点 反映制造业景气濒临衰退逼远 欧洲央行20号公布买进资产担保证券的规定 最快21号就会开始收购 美国网络令受伤亚马逊的机器人军团 今年终于正式成军 准备在年终购物季派上用场 火王协助亚马逊在假期购物旺季 加速出货 新桃人亚海电视整理报道